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23日星期四 今天有大消息 李家超說他要轉手為攻 反制歐美 厲害嗎? 開始 目前正被美國正在制裁的後任特首李家超 透露他計劃在11月親自到訪泰國曼谷 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 向國際推廣香港依然開放 以及具備競爭力 並反擊外國對港府侵害人權自由的 詆毀和抹黑 他不擔心美國制裁會影響其外訪行程 認為自己仍可到訪不少國家 只有一個國家對他採取不合理的舉動 李家超如果成行 是修例風波後首次有特首 親自出席 APEC峰會 美澳加等都是APEC經濟體 全國港澳研究副會長劉兆佳 這條廢佬 他接受訪問 他就說 不排除美國等會會向泰國私亞反對邀請李家超出席 可能會演變成外交風波 他說 主要官員被制裁未來或增加與歐美聯繫的困難 或需要改派未受制裁的官員或有地位的人士 替香港出席國際活動 李家超今天接受南華早報的訪問 他說過往行政長官都會出席APEC 他希望新政府上任之後積極派代表去海外宣傳香港的優勢 包括基本法 保障自由權利和司法的獨立 李家超及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在2020年7月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 同年11月林鄭以視像形式出席APEC 峰會 提到各個經濟體系應該拋棄政治考慮 帶領社會抗擊疫情 之後APEC 都沒有舉辦實體的峰會 李家超強調主動反擊外國 詆毀和抹黑 對外國說 真實的香港故事 他正在說的 不是我講的 他正在說的 他能否已被制裁之身與美國總統拜登同 那傻佬劉少佳就說 不排除歐美APEC 成員的國會 就會向國會施壓 泰國和中國友好 未必會順從美國的要求 好起在右頭 我們就看他去不去到 李家超新班子裏面 比美國制裁還有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內地及事務局局長曾國衛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李家超曾批評這些所謂制裁是霸凌的手段 他對於這些制裁是痴之以鼻 他不會主動理會和如何面對這些制裁和發展 你就是後任特首說的 我真是想你去泰國 但泰國沒有事 你去美國 去美國 聊聊聊天 或是去英國 拉通 另外我們後任特首李家超接受南華早報時說 和內地全面免檢疫通關依然是最優先的工作 即是外地和外國就不用考慮 是甚麼意思 他說短期內未必那麼容易做到 但都可以研究一些臨時措施 減少外地人來香港的不便 你又說要你優先通大陸 不要緊的 他說 好像容許居家隔離 其實就是居家隔離就可以了 我離開了 我又離開了 或者縮短在指定酒店的檢疫日數 李家超在訪問中承認 香港與國際通關的重要性 形容狠掛心 即是他說香港與國際通關的重要性 他說他心掛掛 他很想開關 他也是這樣 超哥你開關 我求求你好嗎 超哥 另外他特別表明 就是剛剛我第一段說 他計劃會在11月出席 泰國曼谷舉行的 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 對外推廣 香港依然是開放的社會 並消除所謂侵害人權自由的 詆毀言論和指控 強調未來會多進擊 而非防守 會向國際社會說真實的香港故事 好 支持李家超 多進擊 是的 狗手必失 對 進擊進擊 我都潛逃了 我怕你了 說到李家超說反擊外國 習近平也不點名批評 美國擴張軍事聯盟 他又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反對 霸權主義 中國國家主席偉大的習近平 以視像方式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 就發表演講 他不點名批評美國迷信實力地位 擴張軍事聯盟 必然會陷入安全困境 又呼籲國際社會要拋棄靈和博弈 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的政治 習近平說 霸權主義 集團政治 陣營對抗 不會帶來和平和安全 只會帶來戰爭和衝突 他說這次烏克蘭危機再次吸引人響起 警鐘 迷信實力和地位 擴張軍事聯盟以犧牲別國 安全謀求自身的安全 必然會陷入安全困境 其實你是否在串俄羅斯呢 主席 你是否與大相關 這麼古怪 現在是俄羅斯打人 經常說北約 就算他入北約 你就可以打人了 是不是這樣 主席 習近平也不點名批評 美歐等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的措施 他說事實一再證明制裁是回旋錶 雙人劍 把世界經濟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利用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主導地位 示意制裁 最終將會損人害己 使世界人民造仰 習近平又說 一段時間以來 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逆流 一些國家想實行脫勾斷鏈 構築小院高牆 國際社會擔憂 借用下去世界經濟必分裂為相互隔絕的區域 他強調 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 和不可阻隔的歷史潮流 他説如果你開歷史倒車 企圖堵住別人的路 最終只會堵住自己的路 他在金磚五角視像高峰會說的 有哪個五個國家 中國 印度 俄羅斯 巴西 南非 他視像是看到普京 我先撐一下大佬霞吧 國際人權組織 人權評量倡議組織 發表2021年度人權指數香港的積分 在過去三年持續下跌 其中公民和政治權利部分被評為非常差劣 在10分的滿分裏面只有2.5分 真是笑死人了 在其他30個國家和其他地區之中排名尾三 只是較好 比誰呢 尾三你猜好 比中國和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的記者在總統府斬了一隻手 有錄音的 都可以不拘捕人 比委內瑞拉 和越南 印度 香港是差 委內瑞拉 越南 和印度 報告警告反中中運動的支持者 以至六四集會參與者都有機會遭到任意拘留的風險 多達86%專家估計參與非暴力的示威人士都可能會被任意拘捕 報告提到 香港於公民和政治權利下三大細項 集會和結社權利 意見和表達自由和參政權 分數介乎2.4分 去到2.7分 這是香港自從2019年這三項分數 依然在2019年有4分 去到4.7分 短短兩年間分數的比例大幅跌了40%和44% 報告提到香港去年最少60個公民社會組織和企業結束 各人各業批評政府和警方專業團體也處於極高風險的水平 並點名多過解散和政治組織的傳媒 包括民陣 新聞主同盟 香港眾志 語血公民 蘋果日報 《立場新聞》 《眾新聞》 《癲狗日報》等 現在點名就說這些很危險 就沒有說我們升旗易得道的 好 他也都說以譚德治案為例 因為應用叫口號亦都會無受風險 現在香港人權指數就比委內瑞和印度還差 排全世界的尾衣 最後講兩件 一些色情人的事 有一條男教師邀請十五歲女學生去她家看LedFat 兩個人其後發展成為情侶 至少五次沒有用安全度性教 男教師被控非禮 以及與十六歲女童非法性交等罪 早前被裁定罪名成立 今日被判監三年九個月 這傢伙我不知道是否與白魔祖師有些關係 這傢伙叫做 被告叫做馮亭摩 38歲教師被控兩項非禮五項與十六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 說她在2019年1月3日到8月2日兩道在元朗單位非禮15歲女童X 以及五道和X非法性交 案情說被告是事主X的英文老師 1918年12月起兩個人互相發信息和約吃飯 1919年1月X和被告說沒有LedFat帳號 即是女人說的 被告說上我家看 即是 期間突然之間 石壓X 將他壓在梳化上 摸了他的胸部和C處 其後兩人一絲不掛地 以身體互相磨擦 兩人合後發展成為情侶 X在同月 在被告的住所再看電影 被告說插X的C處 同年2月 兩人到被告住所看電影 被告在末有使用安全套下 X性交兩至三小時 你媽媽你作出來 兩三小時 你怎麼交啊 你堅定留的 我很懷疑 男聽眾應該明白我說什麼 並向X的腹部射精 X事後發信息 及被告詢問為何貪污有血 以及應否戴上安全套 被告回應說不在 內裏面射就可以 你想要的全部都給你了 其後於三月至八月被告 四度和X性交 對 這傢伙 那 總之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官就說他 你媽媽這個傢伙 就說他沒有悔意 重犯機會不低 寄予事主物為男人自毀前途 我相信是真心相愛的 他就是衰在 女兒不夠16歲 這些事 我不會做這些犯法事 大家都知道 我奉公守法 16歲以上應該就沒事 記得不要衰11 不要像我們資深大律師排名第11 湯家驊 不是 我不是說他 我是說他是資深大律師排名第11 他沒有做過所有犯法 他沒有的 說一件變太老的事 大角咀櫻桃街公園 一個十二歲女童 被中聯漢騙到殘刺非禮 上個星期六 這個女子在公園玩的時候 被一個陌生男子 指控他在公園弄爛了一個千秋 要求女子去管理處解釋 途中 男子露出色相 將女童帶到殘刺非禮 女童忍辱數分鐘後成功逃走 報警 厲害了 經警方調查後 在昨日22日 拘捕了這個56歲 姓蘇的男人 警方調查後 相信不認識過女童 懷疑他在街上隨機找目標犯案 呼籲家長和小朋友 如果遭遇上碎的類似事件 立即與警方聯絡你老母 大角咀? 我經常去的 你幫我慢慢煎你 我先講講案情 案情是這樣的 18號 在大角咀 櫻桃街公園 警方接獲一個報案 就是一個12歲女童在櫻桃街公園遊玩的時候 突然有個男子接近她 並稱女童破壞公園內內一個千秋 要求她到管理處解釋事件 當時女童相信該男子的說話 隨對方離開 之後該男子竟然將女童帶到公園一個殘廁 並將門鎖上 對女童上下其手 摸女童的手和腳幾分鐘 女童之後逃離公園及報警求助 警方經過深入調查 今次我要稱讚警察 即是拉黑暴 翻查大量CCTV 警方昨天早上11點 應該是昨天早上11點 在利敦道 一個賓館裏 拘捕了這條行家屬 報稱無頁 現在已經拘捕了 你老母 今天我去了大國最櫻桃街公園視察 公園中午比較少人流 發生非禮案的公園殘廁 位於公園的中心位置 帶小朋友去到公園的家長王女士 平時都有跟小朋友說 不要跟陌生人亂走 如果發生這些事要通知家長 她又說平時不見到公園有什麼特別可疑的人 會提醒小朋友小心 其實不是的 除了大個嘴之外 屯門也有漆摸的 剛巧我為何要特意說這條 因為我在附近 我在附近走來走去的 你老母你被我見到 我真的打到你老母臭在你的含家陣 好 最後講講一年前的今天 一年前的6月23號 香港蘋果日報最後一天運作 記者將他們 最後的報道寫在6月24號 蘋果日報一傳媒大樓外 以百計的市民 那天下雨的 雨中送別 大樓裡面的員工 以電話登海回應 凌晨 蘋果日報的網站 社交媒體陸續消失 而印刷好的蘋果日報送到旺角 過千人 我記得是那時我和阿朱第一次出去拍給大家看 記不記得